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拿大号 不管网上如何疯传小龙女生活落魄 什么靠解垃圾维持生活 直播找爸爸之类的 都似乎不能再触动吴启力心中的波澜 面对媒体的追问 吴启力要么不回应 要么做些无关尽量的回答 除了媒体的穷追猫打 吴启力甚至还接到过神秘电话 问他为什么他不死 在小龙女的外生活期间 吴启力也是非常心累的吧 不过虽然媒体在吴启力口中已经问不到什么 但他的闺蜜郭秀云 却常常充当传话筒的角色 这个郭秀云呢 年轻时也参加过选美比赛 作为中的冠婿二的他当年也拿下了不错的名次 但他最为著名的身份 还是一人前小豪的前妻 当然了 现在媒体对他最关心的 是他又出来回应了啥 就在小龙女当初和老婆Andy 恋情曝光后不久 也媒体就采访了郭秀云 郭秀云丝毫不掩饰自己对Andy的不满 他直言自己认为小龙女是被Andy骗了 Andy作为幼稚园老师 完全没有职业操守 而且小龙女和他在一起后 对吴启力的态度变了很多 压根不尊重自己的妈妈 记者又问郭秀云 会不会劝劝小龙女 他则回答 他不敢见我 而小龙女跟着Andy去加拿大后 媒体又问郭秀云小龙女离家出走的原因 郭秀云则表示 又是Andy在背后 搞事情 他还爆料Andy的妈妈其实跟吴启力提议 或让小龙女住自己家 但是让吴启力每个月给他几万块 这在郭秀云看来 就是Andy母女两合作起来搞鬼 知心迫测 在网友发现小龙女疑似结婚时 郭秀云则跟媒体表示发现小龙女又瘦了 自己很心疼 也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似乎和他们很难沟通 有记者就问吴启力是否在沟通问题上很挫折 郭秀云就回答 一直以来都是呀 看来小龙女和妈妈之间的矛盾 真的是不小啊 而近日郭秀云出席活动时 透露自己将会和吴启力一起过新年 如果小龙女届时在香港也会一起 但提到会否欢迎小龙女的老婆Andy一起过年 郭秀云则透露 Andy曾经想跟她说话 但她不想跟Andy说话 觉得浪费时间 也指引自己不会尊重Andy 她还说 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师 以及年纪比吴卓林大这么多的人 如果深爱一个人应该去辅导 帮助对方去做正常人应该做的事 例如工作或寻找自己将来的一条路 这跟男女或年龄无关 这些事可以跨越一切 正常人应该要做正常的事 对社会要有贡献 这语气可真是毫不客气 看来郭秀云的确非常看不惯Andy 甚至在她心目中小龙女变成这样 就是因为为Andy爱坏 Andy究竟是好人坏人这个问题 小巴不能下定论 不过郭秀云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作为看着小龙女长大的阿姨 小巴认为郭秀云对Andy多次炮轰的做法 还是可以被理解的 所以尽管小龙女和Andy已经结婚 但Andy能否被小龙女的家人和长辈接受 融入她的交际圈子 可就不一定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